大叫日报主 妹子患上精神疾病 拥有四重人格 这些分子不但疗伤老妈的男人 还和偶像同床共振 一部激情满满的日本奇葩电影 让杀人鬼的女人 静香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悲催的家庭 继父不但为了她应有的父爱 还每天暴力对待 递打是又打又骂 长期以来的怨恨 使得她彻底爆发 亲属将继父推向楼 很快时间来到20年之后 静香也已经长成了 有几分味道的亲属女 一次因为衣服掉在隔壁住户那里 静香意外发现 房主居然是自己喜欢的作家 大雄 瞬间又惊又喜 像个绝心的小女孩一样 如果是我的粉丝 见到我本人的尊荣 呼吸微笑的头也不回地溜走 哈哈 静香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小妹 刚好当天是情人节的好日子 店长特意撩了一下她 想和她一起共度 就难得的春宵一刻 静香没有搭理 直接溜回了家 和其中一个人格粉丝 小鹰 夜半清清 八九烟坏 突然门脸响了起来 静香四川变了一般 变成了小鹰的模样 打开门一开 发现是隔壁的大雄 想要送一本书给他 小鹰结构书本之间关上门 随手人在垃圾桶里 转头就要静香本尊 玩起了贴身肉货 静香着另外一个粉丝玉子 也溜了出来 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 雨水之坏 第二天大雄出去扔垃圾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那本书 被丢在了垃圾堆里 挡下了第一反应 就想到了静香 大雄转头就将静香 臭骂了一顿 说他是个假粉丝 嗯 静香这才反应过来 昨晚敲门的人是大雄 是小鹰一时迟出 丢掉了那尾书 每当静香一个人的时候 那些人格粉丝 就会溜出来陪着他 除了前面两个 介绍过的人格之外 还有个学生妹子的人格 小丸子 每个人格的性格 也是不尽相同 小鹰对异性提不起兴趣 只想守护着静香 相反预知就正常许多了 喜欢和男性深入探讨 人类最原始的欲望 而这位学生妹的小丸子 则是青春乖巧 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成人思想 一次睡觉醒来的时候 静香发现手臂上 写着上午色的红色 其他几个粉丝 一口否认 表示不会玩这么幼稚的东西 静香还有个老妈祥林嫂 每次没钱花的时候 就会不要脸的 向静香要钱 给的少了 又会一顿大妈不敌 关键是年纪这么大来 还学人家养男人 几个粉丝实在看不下去 鱼主当着祥林嫂楼面 撩起了他男人 晚上还打扮着潮气窒息 若博完事之后 还记住杀死了他 搞了祥林嫂 又没了个男性半点 半夜该有多么的空虚拘末冷啊 大熊临到家门赶得过来 乱男一般的把静香清理伤口 随晚探讨起了 书本里面的内容 其他几个粉丝不高兴的 敬高大熊 别和静香走得太近 不然就 嘿嘿 祥林嫂再次来到静香住的地方 刚好遇到了回家的大熊 溜进他家里又烦又高的 还问心提醒大熊 最好远离静香 不愿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刚回到家没了就 想想就被干嘛 这是静香的人杀害 第二天醒来之路 静香一切都不记得了 借开衣服发现 身上还沾满了血脂 开始怀疑自己 就是这一切的杀人凶手 但事实上 凶手另有其人 静香有可能还有第四个人格分身 暴力性人格 凡是静香走得很近 或是欺凌他的人 最后都会离其被杀 静香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 打算至少了结自己 大熊即使出现 制止了他 孤单管理共作一串 总要做点什么事才行 大熊主动出击 三两下就占领中心剧队 另外三个粉丝 也同时参与静态 搞起了全方位的多人运动 满屏都是白花花的肉身 只可续整个过程 仅仅持续了几分钟 大熊就被另外一个暴力性粉丝弄死 至此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从篇屏来看的话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那肯定是惊悚恐怖片 但是看过之后发现 这部片子根本就没什么鬼东西 相反和谐内行的片段 倒是有很多 尤其是和小群女一起观看 不信的话你去看一下